在饭店里,石秀杨雄和石谦,弟兄三个人跟这掌柜的把话谈交了。 掌柜的这功夫冲着三个人一伸手,哎,你们三位咱们请到院子里,这一说这话,那意思是到院子里面要比量比量啊,这石谦一瞧,哎,上院子里啊,好啊,别说上院子里,上你们家我都不在乎,走。 石秀跟着杨雄随后跟着石谦就出来了,这院子挺大,旁边一圈都是房子,这店房,这边就是那饭店。 他们来到院子里边,定睛一瞧一颗靠那边有一个兵器架子,这个兵器架子上边戳着一溜有十三四口坡刀,双手带着坡刀,戳一溜。 石谦现在想,哎呦,看起来他这个店房是链架子,有这么一溜兵器在这儿。 嗯,有两下子,就瞧这个掌柜的来到院子里边之后一伸手,有兵器架子上蹭,就抽出一股坡刀来,把这股坡刀手中一横,哎,三位,不是要在这儿放行吗? 要想放行的话,今天我就跟你们三位在这儿比较比较,较量较量,你要能胜过我这坡刀,今天这饭钱连店钱不就都不要了,你要胜不了的话,三位,正经得给我们留下点嘛,身上有多少东西都留下,呀,石谦说照这么一说,你们这是黑店呐,这不是街道的吗? 啊,我们身上有多少东西都给你,得了,你这是受谁的知识这么做呀? 说出我们庄主的名字来,大概得把你吓死,你听说过没有?前边独龙岗上面就是筑记庄,筑家庄的老庄主,就是筑朝凤,筑朝凤手下有三个儿子,筑是三街,筑龙筑虎筑标,知道不知道? 啊,我当是谁呢?闹了半天,是筑朝凤,筑龙筑虎筑标,哎呦,是这几位呀,啊,真没听说过。 这展规的一看着诚心哦,气着呀,小子,你不没听说过吗?没听说过,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,哈?让我知道知道,呦,石谦一伸手就把这口柳叶披风刀,呦,弄出来的。 他这个刀啊,比别人的单刀短一点,别人的单刀得三十来一场,他是二十万场,比别人的刀还窄一点,但这刀刚好可好。 来,石谦一亮这个小事,展规的一看这什么招数,一看,一瞅什么,贼没输眼呢,这招数啊,啊,展规的往前一纵身,把这个双手带刀一举,斜着这一刀就劈下来了。 这刀往这儿一来,石谦呢,没拿刀往外碰,一看刀斜着往这儿一跺,一锁身子,一闪,这刀斜就劈空了,这刀也劈空了,石谦拿这个刀背一颗,他这个双手带着刀背,一颗的刀背就出了刀,呦,笨掌柜的前兄弟就扎来了,笨掌柜一扎掌柜的这个刀一看劈空了,刀笨这儿来了,他拿刀往外一划了, 石谦这个刀啊,是虚招,往前一点,看他刀往外一回,刀往外一撤,石谦就说拿刀横着,就奔掌柜的这个地方来了,他想把掌柜的嘴给开开,这刀往这儿一来,掌柜就往外一闪身,这么一扬身就刀,掌柜留的燕尾黑胡,下边还有一部胡子,这刀是快,就搜了一下子, 刷齐,把胡子给踢齐了,掌柜一摸下巴,哎呦,一看,掉了一座胡子,这一刀一下子,怎么样啊,嗨,说的话这刀,奔着掌柜的裤裆就撩过来了,掌柜一看这小子掌的一副损贼的样,这招数也是损招, 这刀往我裤裤的了干嘛,你想让我穿开裤裤吗,啊,掌柜就往后一纵身,这石谦往前一赶不了,没用十几个招数,让石谦一腿踏了一下,把掌柜就踢倒在地,掌柜的这一踢倒在地,这工石谦往前又一踢,踏一脚,把掌柜的手中那泼凸就踢飞了, 踢飞之后,石谦拿酒,一踩掌柜的后兄,刀鸭不向,别动,下贼,是猪超凤厉害,还是我厉害,这工夫还提着老猪的事呢,掌柜一看被你踩住了,嘿,朋友,手下留情,这留着情呢,要不留情的话,把这刀往里面一蹭,你这气管就断了,气管一顿吃什么都不香了,怎么着,这饭钱还要不要, 怎么算那账,好好好,朋友,这饭钱,咱不要了,不要了,掌柜的往爹这一趴的工夫,那店小二就跑旁边去了,干嘛去了,叫人去了,店小二没想到掌柜的今天能塞的事,这掌柜的有两下子,店小二真也走,掌柜的没能把话说完,就来了四五个标星大汉, 这四五个标星大汉,同时这一出现,手里边拿着棍子,拿着棒子来的,这个工夫,杨兄跟石秀两个人一看,我们两个可不能坐视不管了,两个人急忙几步一纵身,就到那个兵器架子跟前,一人抽出一口坡刀,石秀没有兵器,这回把这坡刀抽出一口来,手中把坡刀一横,这几个人一起往上一上, 石秀一看也不能踩这掌柜的,石秀一抬腿,这掌柜就起来,掌柜就起来之后就喊一声,给我打,往死了打,一说这句话,这几个标星大汉,棍棒齐举,奔着他们三个人一起下手,奔着这三个人一起下手,那杨兄跟石秀那都是无数大家, 一会儿的功夫,就和那棍子棒子,这满天乱飞,紧跟着一会儿唰一刀,就和那个,肩膀拉一大口子,这个咔咔一刀,把手指头剁掉了一个,那边咚一倒,那一条楚蛇一根儿,这几个全都带伤了,皮球趴上这一顿打,紧跟着把这一吼这呼噜呼噜呼噜,全都给打跑了,出电房了,刚一出电房,店小二一看, 那感情我们这么多人都忙过不了他仨,这仨小子太厉害了,店小二是最后一个转身,嘎不叫跑,湿圈一踵身,薅住店小二的玻璃子,你回来,回来,哎呀,我说,我可没惹你们呢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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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惹不惹我们不要紧,小子,你满脑串呢,给我,你还小的满脑串呢,我给你,这玩意能白给你吗,滚, 照他屁股当一脚,把这店小二给踹出去,怎么着,咱仨还在这店里住吗,石秀说还在这住啊,在这住半夜里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,快走吧,走,石秀说他娘的听见没有,这黑店,他要把咱们仨浑身上下的银子全都留下,照这么说,住他这个店里被截的布置有多少呢,这是黑窝啊, 干脆,我放个板火给他烧了得了,就看石秀到厨房里边,有打那灶坑底下,拽成那柴火来,把房给点着了,点着之后,三个人就离开这个住气店,离开住气店,往前赶路,顺着路绕过独龙岗,绕过独龙岗,正往前走的工作,这天可就黑下来了,天也黑下来,这石秀就说呀, 这道咱也不熟啊,往前走,还有没有村镇呢,石秀说就是啊,有没有村镇咱们得走吧,咱就急着赶路吧,今天晚上咱们就不睡,咱走一夜的夜道,好,忽然间听见身后闹闹闹闹, 他们三个人回头一瞧,好家伙,身后边一片灯球火把,一帮人呐,喊着就追来了,抓住那几个小子,别让他跑喽,站住,往哪儿跑,石秀就坏了,肯定啊,他们这些骗的人,都是一伙子的, 啊,他们这是一个大家族,咱快点跑,往前走,哥儿三个人,加快脚步,走走走走走走,往前走着走着,一看斜着油打,前面也来了,一片灯球火把, 接着过来,哎哟,坏了,那前面也有人呐,前面也有人,大道咱不能走了,咱走,哎,这有点小道,顺便走, 石秀,石秀和杨雄三个人,顺这个小道,就继续往前走,顺小道往前走,石秀在前面,这石秀跟杨雄在后边,石秀,脚步快,就跟石秀往前走着走着,突然间,油打这个小道两边,竖起两条,绷着一绳来,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, 石秀走着,汤子的绳子上,这两头绳子一绞进了,哭通,一个咕噜毛跟头,石秀就倒下了,按说石秀,一个咕噜毛跟头,马上就能起来, 问题是,他的一个咕噜毛跟头刚过去,没等他起来,六七个脑钩,啪,一块刀到身上,别动,紧跟着,就两侧树林里边,呼啦,又起来一帮人,抓住他班, 这一喊抓住他们,石秀,杨雄,哥俩一看,不好,忘回这,这哥俩两个不能顺着走了,忘回一撤到大道上,这一道大道上,三伯人,把他们俩围在当家,两个人摆开破刀,就跟这伙子人是一阵厮杀,打着打着,杨雄跟石秀两个人是拼出了一条血路, 砍伤了都是人,砍死了都是人,都不知道,冲出来之后,两个人撒腿如飞,往前奔命的跑, 心想,现在就得逃出他们这个包围圈,逃出他们这一块领地,两个人一气就跑到了大天亮,跑到大天亮,回头一看,后边没有人追了, 哎呀,这是什么地方,是不是住驾庄的管区啊,问问,前面有一个简单老头,两人一看这老爷子,老人家,我们跟您打听个道,老头一抬头,啊,打听什么道, 请问,这个地方,还是住驾庄的管区吗,啊,这儿啊,这儿不是住驾庄的管区了, 哎,你们身后边那个方向,那不是住驾庄的管区,你从这儿往前走,前面那边有个村儿吗, 那个村儿啊,是李家庄了,哦,是李家庄了,这李家庄,住驾庄管得着他们吗, 啊,哎,那管不着,这是各自各马,好嘞,杨兄跟师秀两人打听清楚,这才算放心, 进了这个李家庄的庄口,拼杀了一夜,这两个人,又饥又渴又饿呀,心想,找个饭店,咱们吃点嘛, 昨天晚上这顿饭全都销活下去了,一看到旁边,有一座饭店,两个人外部就进来, 进来之后啊,这掌柜的就出来了,掌柜的一看见了,喂, 哦,二位,您从哪来, 哦,啊,我们从那边来,哦,您要吃饭, 哦,对对,哦,我们要吃饭, 哦,好好好,掌柜的一边说话,一边端向他俩, 为什么端向他俩,他俩忽略了, 昨天晚上拼杀的一夜,这衣服上,这脸上, 嘣的端是鞋点子,没洗脸,掌柜的一边说这么一看, 石秀那个人很聪明,石秀就有点感觉, 呃,哎,掌柜的,呃,有脸喷吗, 打喷水呢,我们洗洗脸,啊,好好好, 掌柜的没敢深奔,心想,这二位是不是做了万跑我这来的, 用脸喷打了一喷水,石秀跟杨雄两个人洗了洗脸, 擦干净之后,坐这儿了, 石秀看了看,衣裳上还有些点子, 嘀嘀的声音跟杨雄说,快点吃,啊, 吃完就马上快走,此处不可久待, 是,掌柜的, 啊,有什么饭菜,快点上,越快越好, 哎,好,您要吃什么用什么, 呃,面条有没有,给我们来两碗面条, 哦,好好好,您等着, 掌柜的上喝吧,就下面条去了, 这功夫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, 杨雄呢,是背靠着饭店的门, 石秀呢,是面对着饭店的门, 外边走进来的这个人, 石秀一眼,正看见他, 一瞧外边走进来的这个人, 石秀心想,我长这么大, 也没看见长这么丑的人, 你瞧这个人,长得这脸呢, 长脸, 宽呢,也就是一巴掌, 而且这个脸长得, 这儿呢,有一块红迹, 这个地方呢, 有一块刀疤, 由于这块刀疤啊, 扯着,整个的五官呢, 全歪着, 哎哟, 石秀心想这模样, 这幸亏是白天看见他呀, 这要是晚上看见他非把他当个鬼不可, 这整个一火鬼呀, 这天底还有这么丑的人吗, 哎, 就看这个人进来之后就喊, 掌柜呢, 掌柜呢, 他这么一喊, 那掌柜的优打厨房里不就出来了, 哎哟, 总管, 您来了, 有什么吩咐, 哎呀, 我跟你说啊, 明儿早晨炸一筐油条, 弄两桶姜子, 给我们李源外送去啊, 明天早晨呢, 李源外有些客人, 帮他干活, 急等着用这些东西, 哎, 您放心, 明天早晨, 一定送到府上, 好, 就在他们两个是说话这功夫的, 石秀滴滴的声音就跟杨雄说, 哎, 大哥, 你看你身后边这个人, 你见过这么丑的没有, 杨雄背靠这位呀, 杨雄什么, 你见过这么丑的人没有, 是吗, 杨雄这么一回头, 杨雄这么一回头, 正赶上, 就这位呢, 正好一低头, 就看见杨雄了, 两人目光这么一对, 杨雄一看, 哎, 你怎么在这儿, 这个人一瞧, 也是一愣, 哎呦, 这不是杨接级吗, 您怎么上这儿来了, 啊, 哦, 没认错吧, 没认错呀, 是我呀, 哎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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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一直也不给我来个信啊, 嗨, 我混不出人样来, 我给您取什么信啊, 你现在都当了总管了, 还混不出人样来吗, 哎呀, 这才刚当了俩月, 我正准备上您那儿去呢, 这不我就来了吗, 好吧, 你来得好, 快点跟我走吧, 那么这个人, 他是谁呢, 我给您取什么信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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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